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關注韓國方面的最新動態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韓國總統文在寅較早前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 批評特朗普 在和金正恩進行的朝鮮半島無核化談判當中 失敗了 特朗普知道了以後 馬上對文在寅作出反擊 特朗普批評文在寅軟弱和忘恩負義 第二宗消息 韓國有超過六十五萬民眾 去到了青瓦台的請願網站的書參加聯署 反對在江原上興建所謂的中國文化川項網 最後這個計劃就告吹了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文在寅和特朗普的隔空麻戰 是怎樣的情況 文在寅在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 批評特朗普總統在處理朝鮮半島問題上 只有旁敲則擊 未能完全取得成功 如果在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基礎上 持續發展的話 他認為拜登也有機會取得成功 特朗普知道這宗專訪以後 馬上就通過電郵發表了一份聲明 特朗普就說 我是在最艱難的情況下 認識到朝鮮領導人金正恩 金正恩 從來就不尊重 韓國的現任總統文在寅 我才是一直阻止韓國遭到侵略的那個人 但是對於韓國來講 不幸的就是 我已經不再是在任總統了 文在寅作為一個總統和談判者來講 他也是非常之軟弱的 但是在軍事問題上 文在寅就導致美國做了一條大水魚 此話何解 其實就是涉及到 韓國那個軍費的問題 特朗普就說 幾十年以來 美國一直都被人當是一個傻瓜來看待的 我就要求 韓國為美國所提供的軍事保護和服務 給多幾十億美元 但是拜登政府就沒有要求韓國 同意支付額外的幾十億美元 事實上來說 韓國在今年支付駐韓美軍的軍費上 比起去年 多了13.9% 這個又是特朗普的功勞 因為是他要求韓國這樣做的 是他爭取回來的 當然 韓國目前是兩邊舔 食盡兩家茶禮 一方面享受著駐韓美軍的保護 另一方面又跟大陸 有一個緊密的經貿聯繫 所以 他給多少軍費都是相當合理的 何況特朗普就說明 他是高舉美國優先的政策 既然美國事實上提供了軍事保護的時候 他給多少錢也是很應分 如果失去了美軍的保護 韓國就要獨力去面對 因為地緣政治而產生的軍事威脅 他們能否面對得來呢 所以這些軍費就是值得給了 當然特朗普已經是 完美地駁斥了這個文在寅 他事實上就是軟弱 在特朗普的任期內 他三次跟金正恩會議 分別是在新加坡 越南的河內 以及板門店 而在板門店那次的象徵意義就很大了 因為他是第一個美國總統 跨越三百線的 只是那張照片就已經夠價值了 那些左膠經常說要求要畫面 經常說要追求和平 這個還不是和平的最大象徵 特朗普就致力於尋求 利用軍事以外的手段來解決問題 又不見左膠稱讚特朗普這件事 他根本就是一個和平使者 他也沒有發動戰爭 而且 這個朝鮮半島無核化的問題 不是說一時三刻能夠解決得到的 金正恩他當然是想死攬著核武 這樣才會有安全感 作為一名的獨裁者 伊拉克就是有前居之鑑 當時侯蔡恩就是沒有發展到核武 所以才這麼容易被人打倒 如果一個國家擁有核武的時候 那些文明國家一定會買他怕的 為什麼呢 就是幫助他攬炒 扶起來 他一窮二白怕什麼 問題就是 這些叫做磁氣坎啞 就不值得了 所以他一定要攬著核武 但是特朗普也盡了力 是不是呀 何況只談了三次 已經開頭了 如果他能夠多做四年的時候 難保他不會達成無核化這個目標的 只不過現在中途換了人 由拜登上 那你應該要求拜登啊 文在寅 是不是呀 你有什麼可能又抄回特朗普出來說 然後還踩多他兩腳呢 我也不知道他這個想表達什麼的意思 所以現在他被特朗普反過來斥責他 就是 忘恩負義 說他是軟弱無能 我認為這些評語都是很忠肯的 二來的就是 根本上金正恩完全就是不給你面子的文在寅 大家有沒有印象 在去年 年中的時候 傳過金正恩的死訊 後來金正恩就是法蘭佐 搞到 在開城那裡 就炸毀了韓國的一座建築物 本來呢 韓國在當地就有多少的 經濟建設的 大家有個合作在這裏 最後現在就不用合作了 喂 連你這座建築也炸了 整座沒有了 大家記得那些畫面歷歷在目 那就只是擺明不給你面子了 但是 金正恩就沒有再做進一步的軍事行動了 我相信就是 特朗普當時震得住 根本上特朗普的作用 就好像是中葵治鬼一樣 他坐陣的時候 那些牛鬼蛇神就不敢亂動 他不在那 那些洪水猛獸 全部湧出來 所以特朗普說成功幫倒韓國 阻擋到 來自朝鮮的攻擊 不是吹水的 這句話 當然啦 那時候大家記不記得 韓國的政界一直流傳 就是說 金正恩已經是 釘了蓋了 拉柴了 不在了 這樣 就說得很行 說得很多人都信了 有些人就說 後來那些影片 就是金正恩的替身 是鬼嗎 特朗普一早就說了 他是有金正恩的直線電話 是能夠打得到給金正恩的 一打給他的時候 哦 原來他是尚在人間 而且是很健康的 特朗普又替他宣佈了 向整個文明世界 大家有印象 這個新聞是 根本上 特朗普就能夠跟朝鮮 建立到一個有效的溝通渠道 反而你文在寅跟人那麼近 你對家 死了沒有也不知道 那時候韓國的政界說得 賄形賄聲就說 金正恩死了 這樣子 然後呢 韓國的執政黨沒有出來反駁過的 就是說你連金正恩死了沒有也不知道嗎 你連敵情是怎樣也不知道的 那你說是不是無能了 文在寅就好意思走出來 踩特朗普是失敗的 根本上就是一場笑話 可況就是 特朗普現在也不在任了 你還拿他出來說把屁嗎 你要施壓就應該找拜登 根本上他就是 搞到亂了 這傢伙 不知所謂 好了我們就看看 第二宗的消息 就是 韓國的民眾似乎 所謂反中情緒 都挺高漲的 因為 在清瓦台的 請願網站那裡 就有超過65萬人 已經參與了聯署 聯署什麼呢 是反對 在江原道興建一座佔地120萬平方尺的 大型中國文化村 這一座的大型中國文化村 原意就是要來紀念中韓建交30周年 負責這一項開發計劃的企業就說 其實這項計劃純粹是商業投資 就不是要興建一個 給中國人入住的住宅區 但是 由於太大的反對聲音出現了 所以整個計劃 極有可能沒有辦法再進行下去 而江原道的官員都宣佈了 要重新審議這一項計劃 那就是拉倒了 江原道政府 在2019年的時候 就跟中方簽署了一項協議 計劃在春川市和紅川郡一帶 興建一個中國複合文化村 規模就是人村唐人街的四倍 原本就要興建 中國傳統的街道 圓林 假的少林寺 小食街 和寒流影像主題公園 預定在明年就完成了 主要就是要來招攬中國的觀光客 實際上來說 整個項目就是不合邏輯的了 如果要招攬來自中國的遊客 他怎麼會建一座叫做中國文化村呢 就是等同大家去旅遊一樣的嘛 喂 你去到日本旅行 你會不會有興趣吃一些標榜自己是港式茶餐廳的 一些的食店呢 你當然是去吃日式的那些 餐廳的啦 吃懷石料理呀 吃拉麵呀 吃壽司呀 當然是吃那些東西呀 難道去日本吃菠蘿包呀 這樣也不合理的 你現在要招攬中國的遊客 竟然間是建一座中國文化村 那他不如留在中國看真的那座少林寺吧 雖然裡面有很多文物都毀壞了 但是你這個擺明是假的嘛 根本也不合理 所以有些人就猜疑了 究竟 這一座這樣的中國文化村 其實是不是中國軟實力的一項展示和延伸 很容易被人 認為就是 根本上就是去到韓國那處插旗的 弄了這樣的寄宿出來 原來中國方面也很重視這一項的投資計劃 從規劃到產品開發以及宣傳 都是由人民網來負責的 江原道政府就只是負責提供事業相關的許可 以及就是提供行政支援 除了建設工程之外 大部分其他的範圍 都是由中方負責主持的 難怪有65萬人參加聯署 別人就是覺得不公平 為何要建這座這樣的東西呢 有沒有考慮到當地民眾的感受呢 尤其是就是近年 中國和韓國民間之間 就出現了好多爭拗的 一時就爭拗 究竟炮菜的真正的起源來自哪裡呢 一時就爭拗一下韓服 即是韓國的民族服裝 到底文化結頭還是在哪裡呢 總之就是為了責拗 韓國人已經是很有不高興的 而現在你還說要建造一座這樣的中國文化村 那就更加辣到那幫人生氣了 事實上來說,在過往 韓國人對於明朝是相當感激的 因為明朝真的出過兵來支持他們 所以大家現在看到 韓國有很多歷史文化遺跡 都是以明朝的建築作為藍本的 因為韓國實在是非常熱愛明朝的 甚至乎在明朝滅亡以後 他們還曾經有過一些北伐的計劃 就要幫藍明和明鄭的政權 不是林鄭,是明鄭,是鄭克爽的政權 要攻打清朝的 所謂效忠的北伐計劃 當然後來也是失敗的 因為效忠死了之後就沒有人再提及過這些事情了 而且當時韓國的軍事實力也不是很厲害 所以就沒得打 但是人家起碼有這樣的心 就是對於明朝也相當感激的 所以大家去韓國旅遊的時候 那你要看當然是看那些歷史遺跡的 你會不會去看中國文化村呢? 我想就算他真的興建,你也不會去看 所以現在就拉倒了 要重新審視了 這些假古董 起來其實也沒什麼作用的 因為有那些真的,本身就已經很吸引了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